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I带动的Power功率相关,IC需求成为支撑全年8英寸产能利用率关键。 台积电、三星两大厂降低8英寸晶圆产能,将导致2026年全球8英寸总产能年减幅度达2.4%,晶圆厂有意调整代工价格5%至20%不等。 然而终端前景不明,记忆体与先进制程涨价挤压外围、IC成本等因素,可能收敛实际涨幅。 根据Trendforce机邦咨询最新晶圆代工调查,近期8英寸晶圆供需格局出现变化在台积电、三星两大厂逐步减产的背景下, AI相关PowerIC需求稳健成长,加上消费产品担忧下半年,IC成本提高,产能遭排挤而提前备货。 除了中国晶圆厂,8英寸产能利用率自2025年已先回升至高水位。 其他区域业者已已接获客户上修2026年订单,产能利用率同样上调,代工厂因此积极酝酿涨价。 在供给方面,台积电已于2025年正式开始逐步减少8英寸产能,目标于2027年部分厂区全面停产。 三星同样于2025年启动8英寸减产,态度更加积极。 Trendforce机邦咨询预期,2025年全球8英寸产能将因此年减约0.3%,正式进入负成长局面。 2026年,尽管中芯国际、世界先进等计划小幅扩产,仍不及两大厂减产幅度,预估产能年减程度将扩大至2.4%。 从需求面来看,2025年由于AI Server Power IC订单增量,以及中国IC本土化趋势,带动对当地晶圆代工厂BCDPMIC需求提升。 部分业者8英寸产能备用率自2025年年中起明显提高,所以率先启动补涨代工价,于当年下半年生效。 在中国代工厂产能满载的情况下,外衣订单同步利好韩系代工厂。 进入2026年,AI Server、HAI等终端应用算力与功耗提升,刺激电源管理所需,Power相关IC需求持续成长,成为支撑全年8英寸产能利用率的关键。 此外,近期,PC笔电,供应链担忧,AI Server外围,IC需求成长,可能导致8英寸产能承压,已提前启动PC笔电,Power IC,甚至是非Power相关零组件被货。 这些因素,除了支撑中国,韩系Tier-2晶圆厂8英寸产能利用率维持在高点,其他区域业者情况亦明显复苏。 预估2026年,全球8英寸平均产能利用率将顺势上升至85%至90%,明显优于2025年的75%至80%。 部分晶圆厂,看好2026年8英寸产能将转为吃紧,以通知客户将调涨代工价格5%至20%不等。 Trendforce集邦咨询表示,于2025年,仅针对部分旧制程或技术平台客户补涨不同,此次为部分客户、部分制程平台的全面调价。 然而,基于消费性终端引优,以及机翼体与先进制程涨价、挤压外围、IC成本等因素,8英寸晶圆价格的实际涨幅可能较为收敛。 从具体厂商来看,晶圆代工龙头大厂台积电在2025年8月宣布,两年内逐步退出6英寸晶圆制造业务,并持续削减8英寸晶圆产能。 目前,台积电在台湾还有4座8英寸晶圆厂和1座6英寸晶圆厂,如果要在2027年全面退出,那么2026年就需要持续削减产能。 目前,台积电的8英寸晶圆代工越产能约为52.8万片。 三星电子同样于2025年下半年启动8英寸晶圆厂减产,且态度更为积极,希望将更多的资源拖入到12英寸晶圆市场的竞争当中。 而早在2024年底之时,三星为了应对持续亏损的晶圆代工业务以及8英寸晶圆厂的低产能利用率,就已经开始计划削减8英寸晶圆厂规模,并传闻对8英寸代工制造和技术团队采源30%以上。 目前,三星电子的8英寸晶圆代工越产能约为52.8万片。 联电旗下8英寸晶圆越产能层超36万片,现阶段产能利用率约70%。 展望后世,联电正向看待,2026年营运有望延续成长轨迹。 面对产业变局,该公司不与先进制程大厂正面对决,而是选择通过深耕特殊制程技术来巩固施展率。 中芯国际目前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建有3座8英寸晶圆厂和4座12英寸晶圆厂。 根据中芯国际财报显示,其第三季产能利用率已升至95.8%,环比增长了3.3个百分点。 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中芯国际折合8英寸突破100万片越产能大关。 其中,8英寸晶圆代工越产能约为35.5万片, 2025年四季度,8英寸产能利用率已高达96%。 中芯国际联席执行长赵海军在2025年11月中旬的财报会议上指出, 尽管除AI外的主要应用市场增长平稳,但在产业链结构调整过程中, 公司已成为客户的重要合作伙伴,目前订单能见度较高,产线仍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2025年12月,有业内传闻显示,由于产能利用率持续处于高位, 中芯国际已经针对部分产能涨价约10%。 花红半导体,2025年第三季,总体产能利用率更是达到惊人的109.5%,呈现超负荷运转状态。 花红半导体表示,旗下三座8英寸晶圆厂的利用率持续维持在高位, 而首座12英晶圆厂的实际头片量已突破每月10万片的射击产能。 因此,为了应对持续涌入的订单,花红正积极扩充产能。 目前,另一座处于产能处于增长阶段的12英寸晶圆厂, 预计将在2026年第三季完成整体产能配置。 目前,花红集团的8英寸晶圆代工产能约为19万片, 8英寸晶圆代工产能利用率也已超100%。 BG店目前的8英寸晶圆厂约产能约12万片, 包含新竹和竹男的FID-8A、8B, 当前产能利用率持续上升。 借助记忆体晶片供应紧缺、价格上涨和逻辑制成产品复苏, 带动业绩增长。 叠加在AI先进封装和电源管理、IC等高附加价值产品方面的布局, BG店今年业绩有望大幅增长。 世界先进2025年,年产能约345万片, 其8英寸晶圆厂主要生产电源管理、IC、 显示驱动、IC及分离式元件、MOSFET IGBTGAN等元件。 世界先进长期生耕电源管理领域, 并在AI伺服器与数据中心应用, 具备稳健的技术基础与精准的能力, 有望在AI需求热潮当中实现业绩的进一步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头部的IDM大厂也在削减8英寸晶圆厂。 恩智浦半导体计划关闭4座8英寸晶圆制造厂, 一座位于荷兰, 三座位于美国, 这也是恩智浦向12英寸300毫米晶圆生产战略转型的一部分。 总体来看, 在台积电、三星两大晶圆厂逐步收缩8英寸产能的背景下, 叠加AI相关地缘管理、晶片需求稳步增长, 以及消费电子企业因担忧后续成本上涨、产能受限而提前备货。 全球8英寸晶圆市场正偏离此前的供需平衡状态, 逐步呈现产能趋紧、价格上行的态势。 这场由供需格局变化引发的产业变动, 将影响晶圆代工厂的盈利表现, 并沿着产业链传导, 对半导体上下游的竞争格局产生影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